五月報稅季即將到來 五一勞動節當天就可以報稅 不過國稅局怕大家白忙一場 今年就統整出六大申報NG行為 其中就包括免稅額申報錯誤 雖然年滿70歲的納稅義務人 配偶和受撫養直系尊親署 免稅額為13.8萬元 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不是直系尊親署 免稅額則是9.2萬元 再來就是與配偶分居 但沒有依規定據時填報 如果配偶之間因為感情不目而分居 導致無法合併結算申報 可以分別填寫申報書 但是要在特別上面註明分居 讓國稅局可以歸戶合併所得稅 再來如果漏報租賃所得 私人借貸利息所得海外等所得 就可能出現所得而申報錯誤 再來就是自刪關鍵資料 如果沒有確認前勤勿自行刪除 或變更機查機關所提供查詢的所得 以免發生漏報 值得注意的是 捐贈保險費 醫療及生育費 購屋借款利息 教育學費扣除額 都是常見申報 不得列報的扣除額 最後在網路報稅 要記得將申報資料上傳 以免為申報成功 今年縱所稅結算申報時間 從今年的5月1號到5月31號 而今年報稅主要有五大變動 就包括了民法成年下修到18歲 基本生活費提高到20.2萬元 首度申報CFC 救治房屋交易豪宅認定 以及伙食費免計入 員工薪資所得額每個月調高至3000元 財政部預估今年因為申報年齡降至18歲 申報件數應該會增加幾萬件 申報件數會從663萬件增加到670萬件 要提醒民眾特別注意以上景點 以免沒有繳稅成功還要補稅處罰 請問在明星期三十八年後 給官員的健康 撫我們新建設 給官員的建設